好 緊接著我們回到 盤面IC設計非常強勁 特別是艾埔的股價狂飆 竟然三個月也是大驚奇 大漲了3.6倍 遭影射飆股背後的潮手 是黃崇仁 但黃崇仁說他要提告 到底是否黃崇仁在炒艾埔 我們搞不清楚 但他是艾埔的股東 這是確定的 對 這個艾埔 西智彩的大廠 短短三個月漲了360% 訴求今年油虧轉營 跟台積電合作 加上股本效 一度創下了500塊 這是掛牌的新高 但是大家都奇怪 西智彩沒錯 這一波都很標 但是對比同業 比如說四星KY M341 今年要賺一個資本額的 人家三個月也沒有漲那麼多 所以網路就開始流傳 大股東黃崇仁炒股 他還引用了 去查一下十大的這些外資券商的戶頭 然後這個表上就是艾埔千張的以上的大股東 黃崇仁目前大概4000張 好 所以我們看到他確實是股東了 黃崇仁持股張數 至少查得到的持股張數是40000一張 占持股比例5.41% 所以外界才會盛傳是他在炒作 對 炒作 而且還有指證 叫檢方去查一下大股東以外的 這個外資的戶頭 就是利用外資的戶頭去炒作 當然黃崇仁就很生氣 因為這個傳出來以後 他過去三天當中有兩天的跌停滿 跌停滿了以後黃崇仁說 我要提供這個加重毀謗 但是黃崇仁真的是酒蜜怪貌厲害 把債都還完 都還完了 所以這個人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厲害 好 我們看一下遇到誰 賈博士 2013年的時候 這個賈博士說 我要做那個面板的驅動IC 用在這個iPhone 就找找找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家代工廠願意做 即便是台積電 技術那麼厲害 台積電說我只能用8吋廠 我不要用12吋廠來做 但是賈博士就要求12吋廠 好 利金去做了 利金做了以後 這個賈博士還不放心 這家公司會不會隨時都倒 所以蘋果就釘很緊 把利金釘很緊 天天這樣釘釘釘釘 最後賺了錢 賺了錢以後他就有錢了 所以把那個債 1000多億的債就把它還完了 但是黃崇仁就回想說 哇 你不要看賈博士 是我這個大恩人 十幾年前 我也因為賈博士差點破產 為什麼 在1997年的時候 蘋果把這個 香榮麥金塔的一個技術把它回收 讓利金旗下的這個利捷公司 差點倒閉 業績就少了一半了 所以成也賈博士 敗也賈博士 抗議說你這樣違約 那賈博士竟然回答一下 這個技術只有我們蘋果可以用 你要告我 你就去告吧 你知道嗎 所以黃崇仁就說 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跟朋友 這些艾浦狂飆到底背後 是不是黃崇仁 我們不知道畫一個問號 當然各界揣測紛紛 但其實不僅只是艾浦 IC設計最近都很飆 好 電視機前面的年輕人注意 假如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台灣一定要在什麼行業上辦 IC設計 這是2019年中位數員工 就一般員工 不是主管 一般員工的薪資 就說是已經把主管的薪水排除掉了 我們應該以為說台積線 我剛才台積線第一張都還沒有 我們以為鴻矮 鴻矮也沒在這個地方 好 排除掉主管的員工薪資 中位數最高的竟然是IC設計 對 連有239.8萬 而且我告訴你 前10名有6家是IC設計 前20名有14家是IC設計 好 我們來看聯發客也是IC設計 對 原相也是 楊姿也是 群眼也是 銳翼也是 創意也是 都是這家IC設計 所以IC設計薪水高 所以今天這個盤面立刻 哇 IC設計 你看 艾埔今天是反彈的 但你看 楊智就漲停板了 金星科 這一些是IC 預創也是IC設計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幾檔股票 楊智老實講去年虧 第一季也虧 但是因為二十幾塊 但是我覺得他員工薪水高 我也覺得有點不能理解 但立刻工商的漲停 大家注意一下 最好一家公司是員工跟股東都雙贏 我們不可以說公司了解 員工拿很多 這也不太合理 但是也許就是聯發客入主了這家公司 所以充滿了機會 但是我覺得是盤面會鐘擺效應 鐘擺 艾埔這個事情不知道真假 但是現在正常人 不會跳進去躺這個渾水 因為萬一是真的 萬一以後來查 我剛才買來解釋一下 所以大家會怕 所以鐘擺會擺到什麼 比較穩的IC設計 不是那種訴求什麼轉機 比較沒有爭議的 對 那我們來看幾個 第一個 比如說面板的驅動IC裡面 剛才講的聯勇 其實聯勇今年EPS可以賺到16塊 本益比不要以為它現在200多塊 本益比其實只有15倍 員工吸水很高 對 它比較穩 比較穩 或者像8080的智新 今年EPS10塊 這個本益比也大概只有16倍 也比較穩 可能未來會擺到這一邊 或2379的瑞翼 今年EPS15塊 本益比稍微高一點 但是也差不多在20倍左右 假如回檔了以後 這個股價就比較是一個買點 好 蔡總幫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來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在今天指數的位置是 今天這一盤 1萬1703 本來有一點壓力 上了1萬1千700點之後 壓下來 尾盤拉起來 占上了1萬1千700點 但今天亞洲股市 大部分日本南韓都跌了 因為美國可能今天晚上會修正 馬上要放假 就會報告出來 所以未來的兩天 應該會出現震盪的一個情況 短線的壓力 好 要小心 短線壓力有可能在這兩天出現 好 我們幾屆帶您來關心的是 回到產業界 帶您關心的是 仁保平鎮廠的輕移工 竟然出現了全體罷工抗議 這個事件到底內情如何 怎麼回事 我們都會再來討論 同時真的是貨不擔心 這個時候又曝光了 仁保的海外廠竟然有 貨不擔心 烏肉偏逢連雨 還是其實累積已久一次爆發 因為你知道這一次在平鎮 他的越南移工 800多名出來罷工抗議 這個罷工抗議說什麼 非法扣薪 還有我這個餐食 我的住宿條件很差 你看大家出來抗議 現場 抗議的現場 800多名的移工 好 當然能保有出來講 他說什麼非法扣薪 我扣稅 不行嗎 而且你說餐食 住宿 這是主觀 但是我要講 如果有一兩個人這樣想 那我覺得可能是主觀 如果全部的人都這樣 而且要出來罷工 我覺得背後是不是 盧仁保講得這麼單純 我覺得並不是這樣 而且這是在台灣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可能是在海外 也發生類似的事 對 因為我們看他在菲律賓場 就是這個影片 如果之前你上YouTuber 你直接搜尋 就是他這個仁保 然後你搜尋這個電腦這樣子 既然這個影片跳出來 這個嚇到 台幹從會議室走出去 走到走到 你注意看 他就把菲律賓的員工 直接勾著脖子 拉到會議室 你注意看有沒有 拉到會議室 拉進去 當然進去以後 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行為 看起來確實說實在不太對 基本上因為說實在的 菲律賓人其實確實不太好管理 第一個 他拿薪水隔天不上班 生日不上班 下雨天也不上班 那你說他這麼浪漫對不對 那應該很好溝通 你也不可以溝通 但是因為他們民風也很飄漢 就是產生這個問題 但問題是之前你說 他們到菲律賓場 實際上一開始的時候 他做這個移動硬碟 做計算機 當時是為了分散風險 後來又接了這個 這個Dyson的業務 大家就想說 這個周孔旭 就是這個負責整個菲律賓 金寶 那他是泰金寶的總經理 也是金寶的這個CEO 他的想法很簡單 我想辦法經營我的 增加我的經營績效 他有一個目的 目的是什麼 就希望這個菲律賓場 可以回來台灣掛牌 回來台灣掛牌 所以他當時讓這個台幹 任股然後45.5 當時一股是賺1.1 他當時跟大家的講法是說 只要我們2020年 能夠賺到2塊4 自然而然 我們回來掛牌 70塊到80塊 那會不會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到今年你看 整個獲利的狀況也不理想 回來掛牌這件事 大概我看也沒什麼希望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整個氣氛 大家也都鬧得很不愉快 這個我們就不確定 據說周總他在 管理上治軍非常嚴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有時候一些管理上面的 一個風格會不會傳承 你看剛才那個幹部 打人這種東西 對 員工是很強悍的 那周總本身 外傳這個員工要逃跑 對 那不知道有沒有成功 看起來是沒有成功 那你知道這個周總在 在這個金保已經 這個三十幾年了 對不對 然後他有時候開會開到 直接罵人 直接摔杯子 那你知道他有多嚴格嗎 他自己每天跑五千公尺 自己跑就算了 自己 他自己每天跑五千公尺 OK 你愛跑 你跑 但是他既然也要求員工 每天早上六點起來 跑三千公尺 那不只這樣子 鐵血管理 對 叫員工跑 然後七點半還要程序 好 那不只這樣就算了 那你說OK吧 好不好 但是連假日都要求幹部要加班 然後就有員工把這個 這個Line的對話 就傳出來 附露給媒體說 來 你跟大家說 8月21號 以及其他假日 他周日台積幹部都要進來 都要進來 假日的時候 台積幹部都要來上班 那幹部說什麼 收到 就這樣還能說什麼 那這個也有台幹就說 他這樣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 也沒有加班費 然後六點下班了 六點下班是不是就 就走了 那因為你在海外 你是不是就回宿舍 然後坐公司的交通車對不對 好 結果六點下班時間一到 周總馬上去看交通車 誰坐交通車 有沒有人坐交通車 這樣大家不敢坐 不敢坐 怕就怕死 對不對 所以他不僅只是對 飛機的員工很嚴厲 他對自己台積的幹部也很嚴厲 我不知道是因為 這種有時候累積下來的壓力 是不是一種反噬 那當然因為 這麼多事情的一個發生 包括6月10號的時候 菲律賓廠發生火災 那這個火災的發生 6月10號又發生火災 又發生火災 你就一件事一件事 你就覺得一個事情要不處理好 再來一條 再來一條 那種感覺其實到底是什麼原因 那這個火災的發生 讓他損失了當然上百萬美金 這件事的背後 其實大家就發現說 是不是管理真的有問題 你知道這個事情整個要談起來 我們就要回到5月多來看 你知道許勝雄 把這個新金堡的總經理 這個應該講新金堡就是包含金堡 包含泰金堡 康書跟凱碩 所以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集團 凱碩也算在裡面 對 也算在裡面 那當時的總經理是誰 就是沈士隆 沈士隆是誰 是他的 前女婿 他的女婿 前女婿 對 前女婿 對 對不起 前女婿 你知道前女婿叫半子 對不對 所以他真的很照顧他 他就是全新的栽培栽培 但是栽培到最後他怎麼樣 他既然跟他們這個公司的行銷長 叫Jessica 我們叫她卡姐 他既然跟卡姐過蟲聖密 是不是潘修諭 可能有這個緋聞 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緋聞就算了 反正我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他既然真的跟許勝雄的女兒離婚了 那這樣子他就聖怒了 啪一個就把他換掉了 那換掉以後趕快把這個 他們這個人保幾個資深副總 包括沈威昌 沈培員跟蕭慶華 直接拉過來 為什麼 沈威昌先接總經理 接了總經理以後 叫他趕快去這個網通事業部 處理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卡姐當時這個網通事業部 帶了一票人過來都是核碩的 什麼事情都跟他報告 所以他進去以後 先把沈威昌拉過去 沈培員再進來 負責什麼 採購 蕭慶華再過來 負責什麼 積核 好 這樣一來是不是就把 卡姐給架空了 他就跟員工講說 卡姐就是緋聞對象 大家都叫他卡姐 我們也順著這樣講卡姐 然後你知道架空 架空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他的會議根本就不讓他參加 所以員工也發現有問題 也開始離職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背後其實就是利用這三個人來幫他 你知道這個沈威昌我要特別說一下 已經在仁寶二十幾年 從業務出身的 你說現在新接人的 對 沒錯 然後這個沈培員更大有來頭 他是桃園的大地主 他是桃園的大地主 而且是仁寶的大股東之外 也是金寶的董事 所以你就知道他派這三個人過來 其實就是要把整個新金寶 好好的把它穩住正腳 但是股東還是有話說 股東還是有話說 因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金寶集團 到底股價未來何去何從 公司大比較擔心的 對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 當然股東為什麼有話說 因為最近股價不是很好 大家會覺得說 我的金寶就要往上大幅度成長了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把總經理換掉 掙錢換降 這個並不是很好的事情 但他也說了一句話 他說他資源使用不當 還是資源使用過度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讀 但他就說這個不好 他覺得很惡劣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對金寶的股價肯定有影響 但是很奇怪 我們看一下人寶 看一下人寶 他是二次的人 對 你看人寶的股價 反而不會太弱 而且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 人寶的股價還是上揚的 所以同一集團的人寶 並沒有受到影響 實際上新金寶裡面就金寶 但是我們叫金人寶 人寶不在新金寶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我們順便先看一下 其他跟他一樣的好了 譬如說偽創 我們直接先看一下偽創 我們看一下偽創 同樣是偽創 當然今天表現還不錯 但是我們直接看 你看同樣的表現 人寶跟偽創的差異 剛才人寶只是微服散 可是你看偽創 很強 我們講到不管你是筆電也好 不管是伺服器也好 他是持續的大漲 再看另外一個他的競爭對手 之前還互告 告來告去的英業達 我們也看一下英業達的股價 然後今天的表現也是不錯 然後你看同樣的前面的一個幅度 其實人寶雖然看起來 沒有受到金寶事件的拖累 其實還是有 就股價的表現相對落後 我們再看一下鴻海 鴻海當然最近的股價 也開始有比較明顯的一個表現 前面這幾天股價也開始上升 你就會發現說還是有差 但是你說在新金寶集團裡面 難道這個事情過後 就沒有值得看的嗎 我們剛才講有金寶有泰金寶這些 其實還有一個康書 康書我們來看一下康書 康書其實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 畢竟比較小 第一個 它是獨立 然後它在做的又是電源公務器 康書是自己兒子在管 對 然後它又是做電源公務器 然後未來跟整個電動車 還是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它又是特斯拉概念股 又是輸出自己兒子在管 對 所以我覺得問題比較不大 所以你看今天整個價格爆量上來 出現一個大漲 所以會不會是在 新金寶集團裡面另外一個曙光 會不會是輸出自己的身邊